有一些韓國烤肉的餐館 我們可以看到一群韓國人 常常在那裡高談貨論 他們在那裡談什麼 他們說來幫我們造潛艦 去查一個名字 吹炫質 這個人是誰 國民黨立委質詢潛艦國造 質詢台上大爆料 把海軍找韓國技師的內幕全抖出來 但在高雄烤肉街上 真的有韓國人出目嗎 他們都是在喝酒聊天 而且都是用韓文我也聽不懂 有去過這個韓國客人就對了 就是常客人就對了 對啊 他是常客人 他因為住這邊嗎 我不太清楚 但感覺是住這附近 店家表示 的確會有韓國級常客來光顧 看看韓國烤肉街位置 上方的左營軍港 跟烤肉街距離非常近 之間距離只有兩公里遠 但軍方找韓國幫忙 韓國的潛艦技術可一點也不差 韓國從一九九零年開始 就喊出潛艦國造計畫 經過三十年累積 韓國潛艦已經發展出第三代潛艦 但韓國的潛艦國造一路走來 可沒這麼順遂 他們完全就是由德國手把手的來協助 不管說是技術或者是關鍵零組艦 第一艘在他們國內自治的 都遇到非常多的問題 無論是旱到滲水啊 深海的時候會有斷裂的情形 他們都遭遇過 韓國咬著牙造潛艦 因為他的死對頭 北韓林林總統加起來 就有七十艘潛艦 甚至還集成過韓國的天安艦 讓韓國得維持一定的水下戰力水準 幫助台灣之前 韓國已經能把造艦技術 賣到其他國家 韓國自治潛艦技術 甚至還能輸出給印尼造艦 技術已經成熟 若是台灣能藉由韓國技師幫助 或許能在潛艦國造中 加快造艦速度 少走一點冤枉路 咱與黃大鋒 希望哲 太陽報導